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洛恒从小青梅竹马 认识了二十几年 我们两家是市郊 住得很近 从小就我和洛恒的关系最好 我和洛恒同校 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 洛恒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 但一直对我很好 我一直以为我是他的特例 直到林嘉宁的出现 洛恒 一会儿我们去吃三餐厅的麻辣香锅吧 我快速地把桌子上的书本放到包里 拉上拉链 洛恒合上了书本 顺手接过我的书包 好 正是饭点 餐厅人很多 洛恒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 那人还没站稳 直接倒进了洛恒的怀里 只见洛恒眼底闪过一丝冷漠 然后一把推开了那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他一直在不停地道歉 红着眼眶不断流泪 我拉了拉洛恒 算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洛恒拉着我的胳膊 直接越过他 没给他一个眼神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的眼睛水润无辜 还透着一丝楚楚可怜 我正跟室友逛街的那天 洛恒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带一份一品香加的粥过来 后面还附带了一个地址 第一人民医院 我来不及思考 直接打车去了医院 打开病房门的那一刻 我看到洛恒脸上温柔的笑意 是对着林佳宁 两人同时扭头看向我 洛恒见到我两手空空 眉头微醋 我知道他是生气了 周呢 我无措地看了看他 我以为你受伤了 太着急就忘了 你什么时候能靠谱点 我 对不起 他看了我一眼 便扭回头对着林佳宁 我去给你买 你等等 林佳宁拉住了洛恒的手 不用了 我不饿 洛恒竟然没有推开他 洛恒又转头看向我 你先回学校吧 我张了张口 只说了一个字 好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道上 看着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感觉眼睛有点酸 包里传来一阵手机铃声 我拉开包掏出手机 是程序 也是我和洛恒的发小 我按下接听见 喂 大唐 你见过洛哥吗 这电话来得可真巧 我刚见过 嗯 在医院呢 莫名的我的声音有点哑 我听胡子说 刚子那帮人欺负了一个女生 洛哥路见不平 踹了那群人一脚 就打起来了 不过还好洛哥没受伤 那个女生为了救洛哥受了伤 原来是这样 原来林佳宁是为了救洛恒才受的伤 所以洛恒照顾她是应该的 我打车回了学校 到宿舍了才发现 手机没电了 手机插上电 开机后才发现 洛恒给我发了很多条微信 对不起 刚刚是我不好 不该吼你的 你回去了吗 你是生气了吗 我连忙回复道 刚刚手机没电了 才充上电 没生气 还记得上初三那年 我来立驾 不小心把血弄到了裤子上 周围的男生都在笑 甚至还有人开起了玩笑 洛恒上来 直接把那几个男生踹了几脚 那几个男生 后来再也没敢戏弄调笑我 等了几分钟 那边没回复 我关上手机 躺下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还梦到了很多 我们小时候的事 第二天 我在宿舍楼上 远远地看见洛恒 站在楼下 我兴冲冲地跑下楼 刚到楼下 便发现 洛恒转身离开 他的身边 还有林嘉宁 原来是等林嘉宁的 洛恒什么时候跟林嘉宁关系这么好了 怎么站在这儿 室友买完早餐回来 走到我身边 然后看着我 我轻轻扯了扯唇角 我去买早餐 很明显 这个谎言很假 室友倾笑一声 穿着睡衣买早餐啊 我刚刚看到你竹马了 哎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是吗 我没注意到 那天过后 我耳边出现林嘉宁的次数越来越多 大部分都来自洛恒 我实在不想再听到这个名字 就打断了洛恒一次 我们冷战了好几天 那天晚上 我的生日 程旭帮我组了一个局 原本跟洛恒约定好了 一起从学校出发 我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 迟迟未见他的身影 正准备给洛恒发微信 你道 还没发完 就收到了一条洛恒的微信 我有事可能晚点到 你先去吧 我闭了闭眼 关掉了手机 任由雪花飘落在我的脸上 这天可真冷啊 我到的时候 并未看到洛恒 二十分钟后 洛恒才姗姗而迟 洛恒一进来 便有几人开始起哄 洛哥 堂堂生日都迟到啊 快罚酒 洛恒唇脚勾起一丝笑意 然后接过酒杯 喝完酒后 洛恒在我耳边滴雨 对不起 出堂 有点是当个迟到了 没事 我端起桌前的酒杯 也喝了两口酒 洛恒一直在低头玩手机 不知道在给谁发消息 突然电话铃响起 他出去接了电话 程旭凑到我耳边滴问 洛哥是不是谈恋爱了 一晚上都在看手机 不知道 他轻责了一声 你平常跟洛哥形影不离的 洛哥谈没谈恋爱 你能不知道 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他想什么我怎么可能知道 程旭掏出手机 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看 之前别人无意拍到发给我的 是洛恒和林嘉宁一起吃饭的照片 洛恒在给林嘉宁包虾 我忍不住掐了掐手心 我记得之前 我和洛恒去吃麻辣虾 但是因为我刚做了美甲包虾不方便 我就可怜兮兮地看向洛恒 他站起身时 我以为他要拿过我的餐具帮我包虾 结果他是去叫来一个服务员帮我包虾 我的笑意瞬间僵在了脸上 没想到他不是不愿意包虾 而是没遇到想包虾的人 洛恒打完电话 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楚唐 嘉宁他发烧了 我送他去医院 生日我下次再给你补 说完他还上前轻轻抚了抚我的脑袋 怎么又是林嘉宁 洛恒走后 程旭就在我耳边说 是那个女生吧 话说你跟洛哥处得那么好 我以为你俩能成一对呢 我曾经也以为 我能和洛恒在一起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 至于是怎么回到学校的 我并不清楚 是室友告诉我 是一个男生送我回来的 根据室友的描述 我已经猜到了是程序 楚唐 你又在期待什么 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洛恒站在宿舍楼下 意料之外好像又在意料之中 想必又是等林嘉宁的 我正准备绕开他 楚唐 他快不朝我走来 他脸色一致 为什么躲我 是因为我昨天中途走了吗 我说我可以再给你补一个的 我努力像以前一样 自然地笑了笑 没有啊 生日这种东西 我本就无所谓的 林嘉宁应该一会就下来了吧 你再等几分钟 他神色一愣 我等你 我愣了愣 等我 有什么事吗 我感觉我问完这句话 他的脸黑了一瞬 我妈让你和我今晚 一起回家吃饭 我轻轻傲了声 回去的路上 收到了我妈的微信 今天两家都在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我妈说 今天相聚 是因为洛恒父亲公司 签下了个大单子 两家人一起庆祝庆祝 下车后 我遇到了一家花店 想着 既然是去祝贺买树花吧 卖花的是个阿婆 在这条街上卖了很多年了 只收现金 我摸了摸包 今天好像没带现金 我扭头看向洛恒 洛恒 你带现金了吗 还没等到洛恒回答我 他的手机就响了 他掏出钱包递给我 然后转身出去接电话 我打开钱包的那一刻 突然愣住了 一张三寸的照片 赫然映在我的面前 是林嘉宁 他们是谈恋爱了吗 我紧紧地捏着钱包 我感觉得心止不住地扯着疼 连洛恒什么时候 打完电话回来的都没注意到 洛恒连着叫了我几声 楚唐 这一声我才回过神 洛恒上前拍了拍我的头 想什么呢 叫你几声都没答应 我往后退了一步 啊 我刚刚在想给洛阿姨 买什么花泥 洛恒拿过一束包好的 康乃馨递给我 这束 我接过这束 然后又拿了一束玉金香 他冷声说了一句 我妈喜欢康乃馨 这束玉金香是给我妈的 这个是送给我妈的 只给洛阿姨送 我妈会吃醋的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她的脸色才慢慢好转 果然 送花的时候 我妈来了一句 算你有良心 还想着你妈我 吃饭的时候 洛阿姨笑着看向我 堂堂真是越来越好看了 不知道谁家臭小子 这么有福气啊 说完还故意撇了撇洛恒 洛恒并没有搭话 洛阿姨又笑着开了口 若是堂堂能做我儿媳妇就好了 洛恒脸色一冷 妈 我和楚堂是不可能的 别开这种玩笑 我夹菜的手一顿 继续夹也不是 手退回来也不是 洛阿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我妈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正在和我爸谈话的洛叔叔 更是脸一沉 洛恒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洛恒直接站起了身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洛恒关门的声音 一直在我耳边回旋 洛阿姨笑着打圆场 这一场庆功宴 不欢而散 回到家后 我妈的脸色很难看 不可能就不可能呗 说得堂堂喜欢她似的 还好当初她妈说 让订娃娃亲我没同意 是的 刚出生的时候 洛阿姨就说订娃娃亲 我妈当时说不及 说不定孩子大了 会有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一语成真 我爸拍了拍我妈的胳膊 好了 少说两句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哪有不喜欢硬凑一起的道理 我妈直接拍掉了我爸的手 我就是生气 你说那个洛恒 咱们看着他长大的 小时候经常黏着堂堂 长大了两人也形影不离 怎么 妈 我不喜欢洛恒 我打断了我妈接下去要说的话 我说谎了 我喜欢洛恒 喜欢了很多很多年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呢 还记得高一那年 文理分科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理科 有朋友还专门问我 堂堂 你文科那么好 怎么选择了理科 我给他的回答好像是 因为喜欢 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理科 我对物理题异常迷糊 别人要一个小时搞懂 我就得三四个小时 有时候还不一定能弄懂 以至于我非常讨厌物理 只是因为他选择了理科 我想继续跟他一个班级 便毫不犹豫选择了理科 那时候因为物理上跟别人的差距 每天刷物理题刷到深夜 高三的时候 物理成绩总算上来了 为此我还高兴了好久 情窦初开的我 把这个秘密一直埋藏得很好 没有人发现 不喜欢就行 来 堂堂 我给你介绍你陈阿姨的儿子 我妈打开手机 直接给我翻了一张照片 我眼睛盯着照片 但是我什么都没看到 这几天 我妈一直都在介绍男孩子给我认识 我一直说学校忙没时间 路太远等等 反正我有一大堆理由 这次我妈给我推的是我们学校的 我再也没有理由了 所以我就抱着见就见一面的想法 说的地点是学校的陆幽湖 下午这个地方人很多 我看了眼微信 白色衬衫 蓝色牛仔裤 我望向湖边 一眼过去 好多穿白色衬衫 蓝色牛仔裤的 我无声低头叹了口气 抬起头时发现 有人站在我面前 看着我两片薄薄的唇在笑 眼神极其温柔 白色衬衫 蓝色牛仔裤 对上了 你是楚塘吧 他先开了口 我是 你是 温言 他扯唇温柔的一笑 是 一起走走 我尴尬地说了声好 温言是大三金融系的学生 他的妈妈跟我妈是排友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温言很健谈 不管什么话题 都能聊得起来 慢慢地我没有了尴尬感 我们聊得正起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目光在盯着我 我扭头看去 与洛恒四目相对 我脸上的笑意将 洛恒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堂堂 怎么了 啊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下次见 温言笑了笑 好 下次见 我走到宿舍楼下的时候 发现洛恒正站在那里 楚塘 他叫住了我 我停住了脚步 假意扯了扯唇角 有事吗 他是谁 什么 他说的是温言吗 我的一个朋友 他脸一黑 他脸一黑 楚塘 你什么时候多的这一个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他虽然说的是问句 但是他的语气是肯定句 他质问的语气 我并不想回答他 嗯 怎么不说话 跟你有关系吗 这是我第一次对洛恒说话语气这么冷 他上前攥住了我的胳膊 楚塘 你再说一遍 我试图想要挣脱他的手 我说 跟你有关系吗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洛恒放开了我的胳膊 转身离开 那天以后 我很长时间都没再见过洛恒 放寒假的时候 程旭约我去看学 我冷得不想动弹 便毫不犹豫拒绝了他 当真不去 听说那里拍照可好看了 程旭在诱惑我 我坚定地回复了一句 不去 他巴拉巴拉给我说了一堆 搞得我对 快想把他拉黑了 在我犹豫之时 他来了一句 咱几个发小好久都没聚了 一起去呗 就是因为这个 我更不想去 我怕会见到洛恒 不是 洛哥不来 大唐你也不来呀 洛恒不去 既然他不去 那我就带上我的小相机 美美地拍照吧 反正在家也闲来无事 我去 那边及时回复 行 明天见大唐 第二天 我是被程旭的电话声吵醒的 我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 喂 大唐 你人呢 程旭的大嗓门 让我直接把手机拿到离耳朵一米远 我突然清醒了 今天要跟程旭他们去旅游 我好像睡过头了 我心虚地说了一句 马上到 这个马上过了半个小时 毫不意外 到的时候被程旭批斗了一番 他们一共开了两辆车 因为我们就四个人 程旭给我指了指后面的那辆车 大唐 你坐洛哥的车 等等 洛恒也来了 不是说不来吗 我看了看程旭 这次总共几个人 六个呀 我真的想捶死你程旭 六个 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还有林嘉宁 想让我坐洛恒的车 狗都不坐 我推了推陈月 月月 你去坐后面那辆 我晕车 陈月点了点头 说了声好 还从包里 给我掏出了一个晕车贴 我睡了一路 到的时候 还是程旭拍醒我的 这个地方景色确实好啊 没白来 我从包里掏出小相机 便拉着陈月去拍照 月月 别动别动 这个姿势好看 我蹲下找着角度 我并没注意到 后边站了一个人 可以帮我拍一张吗 可能是我太专注 亦或是她的声音太小 风雪声压住了她的声音 我并没有听到 楚塘 洛恒的声音很大 连程旭他们都扭头看向我们 我扭头看向他们两个 洛恒沉着一张脸 林嘉宁眼眶红润 眼泪欲落不落 我不明所以 发生什么事了吗 林嘉宁突然哭了出来 你不想帮我拍 可以拒绝我的 你不搭理我是什么意思 我被她吼得一猛 啊 不是 可能我没听到 你要拍照吗 我现在可以帮你拍 不用你假好心 陈月看不过眼说了一句 你吼什么呀 相机是我们的 帮你拍是情分 不帮你拍是本分 不要说的那么理所当然 果然 林嘉宁听完这句话 哭着跑开了 洛恒冷冷地盯了我几秒 然后转身离开 去追林嘉宁 别搭理她 一副盛世小白脸样 真不知道 洛恒怎么喜欢这样的 陈月愤愤不平地说了一句 雪漫漫地越下越大 他们迟迟未归 程旭说 我们分头去找 我和陈月一路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和陈月走散了 我记得我走了很久的雪路 终于看到了洛恒和林嘉宁 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我止住了脚步 停在原地几秒 心脏忍不住疼了一下 我正准备往回走 突然感觉地在震动 心中生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洛恒和林嘉宁也感受到了 两人向我这边快步走来 洛恒一手拉着林嘉宁 一手拉着我 突然 林嘉宁不知道被什么绊倒了 洛恒扶起她 快走 可能要雪崩了 没想到 真的雪崩了 我万万没想到 洛恒有一天会抛下我 雪崩的那一刻 我们三个人无处可逃 林嘉宁哭着对洛恒说 洛恒 我害怕 洛恒难得温柔地轻声说了一句 别害怕 林嘉宁还是害怕得浑身发抖 洛恒又看了看我 楚唐 别怕 有我在 我想 就算洛恒不喜欢我 凭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 他也会保护我的 在雪球冲下来的那一刻 洛恒不自觉松开了我的手 手背松开的那一刻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突然笑了笑 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我闭上了眼 等待暴雪的冲击 真当暴雪击在我身上的那一刻 我只感觉到了无尽的冷 是要死了吗 醒来时便听到了我妈的哭泣声 堂堂 你终于醒了 吓死妈妈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妈妈去叫医生 我摇了摇头 妈 我想喝水 我妈擦了擦眼角的泪 好 我去给你倒水 睁开眼睛的时候 感觉眼睛异常地疼 还止不住地想流眼泪 怎么哭了堂堂 我抬手揉了揉眼睛 眼睛感觉有点疼 我去叫医生 医生给我的眼睛做了一番检查 然后把我妈妈叫了出去 我妈回来的时候 红着眼眶 我傻笑说了一句 妈 我该不会得了什么绝症吧 我妈连忙呸了一声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 快躺下睡觉 一会你爸就把饭送来了 其实我妈不说 我也有感觉 肯定跟我的眼睛有关 晚上的时候 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不用你来看 你给我走开 是我妈的声音 楚阿姨 对不起 我只是想见见堂堂 是洛恒的声音 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 还是第一次听他这样叫我 我妈还是死死把着门 不让洛恒进来 妈 让他进来吧 我有话对他说 有些事情 是时候该说清楚了 洛恒红着眼眶 一步一步走到我床边 我试图坐起身来 他直接把我按下去 你还受着伤 别动 我语气平静地 不带一丝情绪 好 堂堂 对不起 我轻轻扯了扯唇 洛恒 你没有对不起我 只是你想保护的人 不是我罢了 他张了张口 不是的 当时嘉宁说 害怕 我没注意到 放开了你的手 我没想放开的 下意识的反应 怎么会注意到呢 洛恒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 在危险来临的时候 你会毫不犹豫地丢开我 只是有些心寒罢了 不止心寒 还很心疼 这么多年 我也知道 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可能是洛恒 对我有几分特例 才让我觉得 我与别人在他心中 有所不同吧 让我总抱有一丝侥幸 洛恒张了张唇 想说什么 却又没说出口 洛恒 我累了 你走吧 他上前拉着我的手 堂堂 对不起 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这么多年的暗恋 真的很累 我不想再追着 洛恒的步伐了 从洛恒放开我手的那一刻 我对他的情谊就随着雪花飘落了 妈 我想睡觉了 我朝门口喊了一声 我妈听见声音后 立即走了进来 你走吧 堂堂要睡觉了 洛恒是被我妈拽出去的 晚上的时候 我爸来给我们送饭 那时候 我正假装闭眼睡觉 睡了这么久 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我听到我妈轻声对我爸说 出去说 他们出病房后 我偷偷下了床 趴在门上 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妈哽咽着声音 医生说 堂堂得了血盲症 我爸拍了拍我妈的后背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肯定可以治好的 原来是血盲症 其实我也感觉得到 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这几天 我妈就把我当祖宗 一样伺候 几乎有求必应 直到 妈 我想唱歌 我妈正在给我削苹果的 手钝了一下 堂堂 别的妈妈都可以答应你 这个不行 我知道你是担心 我的眼睛 怕舞台上的灯光 加重我眼睛的病情 我可以答应你 在眼睛好之前 我不会上舞台的 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不自觉流下了眼泪 从前我一直跟随 落横的脚步 他选什么 我就选什么 哪怕不是我喜欢的 但唱歌 是我从小到大 唯一真心喜欢的事情 我想重新追寻 我的梦想 过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妈替我擦了擦眼角的泪 好 妈妈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答应妈妈 跟妈妈一起出国治疗 好不好 好 出国的那天 承煦和陈月来了 陈月上前抱了抱我 珍重 堂堂 我轻轻拍了拍 陈月的肩 你也是 大堂 等你回来 我对着承煦 微微一笑 好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我又看了一眼 这个城市 再见了 堂堂发新歌了 啊呀 这也太好听了吧 堂堂以前的风格 都是一抹风的 这次换甜歌了 啊 甜死我了 堂堂的新搭档 好帅 配一脸 俊男靓女 把这对CP组合锁死 微博上还在不断发酵 我在国外的两年 除了治疗眼睛 每天都会在微博更新唱歌视频 积累了很多粉丝 两个月前 一个经纪人找上 我想签我 我看了他给我的合同 感觉合约还不错 便签约跟着回来了 楚堂 周琪 你俩出来一下 经纪人灵姐 一脸笑意地看着我们 我取下了耳机 跟着走出去 灵姐激动地拍了拍 我和周琪 你们俩这新歌反响极好 有一个品牌 想要让你们两个合体代言 周琪幽默地说了一句 这多亏了咱家堂堂 周琪比我还小两岁 性格风趣幽默 长得阳光帅气 平常笑的时候 会露出两颗小虎牙 见到我总会笑 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总能温暖别人 我笑着抓了抓他额前的小卷毛 还不是咱周弟弟 长得阳光帅气 迷倒了一大批粉丝 灵姐笑着说了一句 你俩快别互吹了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下周记得去拍广告啊 好累回到公寓的时候 便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喂 妈咪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关好门后 把手机放在客厅桌子上知好 妈妈 你女儿 我要拍广告了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我妈嘴上说 我没出息 其实她笑得比我还开心 堂堂 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爸爸这边的项目 在有两个星期就结束了 到时候我们就能一起回去了 当初我爸妈为了陪我在国外治疗眼睛 把主要业务移到了国外 确实是个好消息 那我马上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好开心 自从我回国后 只要我一有时间 就会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带入好心情睡觉的感觉真好 我和周琪每天除了录歌 就是拍广告 接连我和周琪又发布了两首歌 还是情歌 网上涌现了一大批 我和周琪的CP粉 粉丝名叫唐周 唐周 别说这名字还挺好听 周琪一脸笑意 递过手机给我看 姐弟组合也有人科 周琪一脸看傻子的眼神看我 姐姐 姐弟恋也很火得好吧 我和周琪的组合越来越火 灵姐给了我和周琪 一张颁奖典礼邀请函 你们的歌被提名了 我心中一喜 是有机会获奖了吗 我能看出来周琪也很激动 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 周琪中途去了洗手间 我一个人先走了进去 我没想到 在遇洛恒会是在这个场合 他明显也看到了我 堂堂 我想当作没听见也没看见 一直往前走 突然洛恒上前攥住了我的胳膊 我不耐地蹙了蹙眉 放手 周围都是摄像机 这一幕自然也被拍下来了 我和洛恒上了热搜 洛堂CP太甜了 把洛堂这对CP给我锁死 深情的洛影帝 我随意翻着微博底下的评论 第一条评论 你和洛影帝是情侣吗 我回复并转发 不认识 不熟 随后我退出了微博 并不知道这条评论 又引起了新一番的热搜 中午吃饭的时候 灵姐直接冲到了我家 楚堂 你看看你微博发的什么 不就发了一句 我还没说完 灵姐便打断了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 你知不知道 你发的这一句话 会给你造成多大的影响 现在网上有多少人骂你的 多少人想碰瓷落影帝 还碰不上 你倒好 灵姐是真的被我气到了 CP粉成立不到一天 郑主亲自下场拆CP 我偷偷打开微博看了一眼 果然微博底下多了很多骂我的评论 灵姐直接夺走了我的手机 别看了 你好好待在家里 剩下的事交给我处理 记住 别再发微博了 灵姐走后 我躺在床上用小号登录微博 翻着翻着 发现洛恒发了一条微博 洛恒 少年的遗憾 现在不会是了 配图是我们俩高中时一起拍的照片 我还记得这张照片 还是我硬拉着洛恒拍的 要割以前 洛恒早黑脸了 我翻着他微博底下的评论 第一个评论是 我就说 堂堂是开玩笑的 洛洛和堂堂好朋友之间开玩笑 别误解了忧 评论直接来了个大反转 我正准备退出评论区 发现一条评论被顶了上来 洛恒和楚堂是青梅竹马 高中同班同学 微博上又出现了新的热搜词 洛恒楚堂青梅竹马 养成戏 青梅竹马 咚咚咚 有人敲门 我慢吞吞地往门外走 是周琪 我打了个哈欠 你怎么来了 进来吧 今天难得没有看到周琪对我笑 突然还有点不适应 我去冰箱里拿了两瓶水 递给周琪一瓶 你和洛恒认识 我点了点头 他试着问了一句 你喜欢他吗 我晒然一笑 不喜欢了 那就好 他的声音很小 我有些没听清 什么 他笑着摇了摇头 没什么 灵姐给我和周琪接了个恋踪 没想到洛恒也在 主持人也是在网上舞剧冲浪的 我想替各位广大网友八卦一下 堂堂和洛影帝是青梅竹马吗 他一副吃瓜的表情 看着我和洛恒 洛恒调整了一下麦克风 低声说了一句 是 我想起灵姐在我来之前 给我的警告 让我不要乱说话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节目中 主持人也有意把我和洛恒组在一起 但是我并不想跟洛恒一组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和洛恒抽到了一组 周琪在背后悄悄碰了碰我的手 我看懂了他的意思 他要跟我换卡片 当我亮出卡片的时候 主持人脸上错愕了一下 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 和我搭档的是一个 很火的流量小花照心 这个节目开始先是抽签决定临时搭档 到后期可选择自己心动的嘉宾 若两人互相选择对方 则为匹配成功 我自认为我跟赵欣想出的还算不错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楚唐 你为什么要推我 赵欣一脸生气委屈的表情看着我 我心里飘过了十万个瓦 他在说什么 我都没碰到他 我 我一句话还未说出口 他便委屈地说 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告诉我的 为什么要推我 他可真会卡吧 这里只有一个摄像机 刚好拍到他摔跤的片段 因为这个节目是直播的形式 此时直播间已经炸开了锅 没想到楚唐是这样的人 楚唐有病吧 凭什么推我家欣欣 只有我觉得赵欣有点绿茶吗 楼上滚粗 发生什么了 拍摄期间 我们是不允许拿手机的 所以周琦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被陷害了 因为现在是休息时间 并没有开摄像机 周琦了解前因后果后 眼神微冷地看了一眼赵欣 我从来没有见过周琦这样的眼神 那天后 周琦一不拍摄就往外面跑 第三天的时候 周琦拉着我去了院外的拐角处 他打开手机放了一段监控视频 是我和赵欣那天的监控视频 我记得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摄像头的 所以赵欣才敢那么明目张胆 周琦告诉我 这个监控视频是拐角处一家小卖部的 没人注意到 刚好拍清了赵欣摔倒的全过程 一切皆是赵欣的自导自演 几天没登录微博 没想到赵欣还眼上瘾了 连续发了多条微博 还回复了多位粉丝的评论 赵欣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总要接受别人的偏见 第一条评论是 我不管 欣宝在我心里就是最完美的 不接受反驳 赵欣回复了两个爱心表情 第二条是 欣宝 别为了别人伤心 我们永远爱你 赵欣回复 还好有你们 这一有所指的也太明显了 我直接把监控视频甩到了微博上 不到一分钟 洛恒就转发了 难道他在经营竹马人设 管他在干什么 总之别来沾边 周琦回复转发 真相可能会迟到 但一定会来临 事情直接来了个大反转 网友发现 一切皆是赵欣的自导自演 赵欣被广大网友抵制 退出了节目 洛恒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 让我真的很烦 我烦躁地开了口 能不能别再打扰我了 洛恒还是和以前一样脸一黑 但是不到几秒 又调控好了情绪 不愧是影帝 我只是希望我们还能回到从前 听过一句诗吗 当时年少春风马蹄急 不信人间有别离 那时候你紧紧追着林嘉宁 你觉得我会在原地一直等你 几次三番为了林嘉宁伤害了我 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还有洛恒 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回头的 洛恒无措地开了口 我当时 我 因为林嘉宁的眼睛很像你 我以为我喜欢的是他 后来才发现 我喜欢的一直是你 只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太熟悉了 我没认清自己的内心 这是什么渣男语录 我没再理会他 直接转身离开 没想到周琦一直等在我的房间门口 我还没反应过来时 周琦就直接上前抱住了我 唐唐 我喜欢你 我怕我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周琦喜欢我 给我一次追你的机会可好 周琦比我小两岁 我从来没想过这方面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没准备好 唐唐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来追你就好 我呆愣间竟然点了点头 绝对是美色物的我 周琦我们俩每天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他每天排队去给我买我喜欢那家的糕点 从不停歇 有时候还会调戏 我叫我姐姐 每次都有种羞耻感 大年29那天 周琦又跟我表了白 我答应了他 他高兴地抱着我连转了三圈 想闻我却又不敢 我抬脚主动吻上了他 他激动笨拙地回应着 后来我们一起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微博 粉丝评论两极分化 抄 我磕得CP官宣了 我的洛堂CP就这么没了 当天回去的时候 看到洛恒站在我家公寓楼下 他倚靠在车上 手指间加了一根烟 低头看着影子 黑色的毛子略显几分落寞 我走上了前 有什么事吗 他抬眸看了我一眼 你和周琦在一起了吗 我点了点头 是 他突然发疯似的 上前攥住了我的双臂 为什么不再给我一次机会 为什么 我语气微冷 洛恒 你在发什么疯 他突然笑出了声 是 我疯了 我发疯地爱上了你 说完他还上前想要吻我 他 一巴掌直接甩到了洛恒的脸上 滚 他被我打得一猛 然后紧紧把我拥在怀里 堂堂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就一次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哭音 洛恒 你我之间 早已没有可能 他红着眼眶 呆呆地看了我几眼 然后双唇紧敏 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 那天过后 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洛恒 我和周琦前往徐州 开演唱会的那天 一个车直接横冲直撞过来 周琦下意识扑到我身上护着我 撞我们的人是洛恒 我因为被周琦护在身下 并没有受多大的伤 周琦的伤有点严重 背上需要缝合16针 司机因为在前面 被撞得严重脑震大 现在还在ICU 最惨的是洛恒 眼角膜严重损伤 可能永久性失明 据医生观察过后 大脑也收到损伤 可能造成失忆 洛恒醒来的那一天 医生又给他做了检查 判定大脑损伤 造成失忆 警察那天也找到了医院 不过最后竟然没有带走洛恒 原因是洛恒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医院还开了精神证明 造成的一切损失 都被洛富用钱解决了 因为人脉广钱也给得到位 很快就为洛恒找到了相匹配的眼角膜 不过洛恒的演艺生涯也结束了 那天网上骂洛恒骂得很凶 洛恒哭着求我 让我在网上为他说几句话 我看着洛恒发间的几缕银丝 短短几天 洛恒就好像老了几岁 我还是不忍心 因为洛恒从小到大 是真心实意地疼我 我在网上为洛恒发了声 自然又遭到了灵姐的训斥 我和周琪谈恋爱的第二年 我带她见了我父母 我妈很喜欢她 不过还是说让我再考察一段时间 后来我和周琪订了婚 订婚那天来了很多人 除了我爸商业上的朋友 还有我妈的牌友 桂圈好友 温言也来了 她笑着跟我说了一句恭喜 还带了几分开玩笑的语气 如果当时我和你告白 你会答应吗 我无比确定 那个时候我不会答应 因为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洛恒 我笑着摇了摇头 在台上的时候 我看到了洛恒 她在台下呆呆盯着我看 那一刻 我便知道洛恒恢复了记忆 不过她恢不恢复记忆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关系 年少的喜欢会随时间逝去 没有人会站在原地一直等你 有的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故事二 再见前男友 他把我堵在楼梯角 你很需要钱吗 对呀 不然满足不了 我只醉金迷的生活 我有 你求我呀 你至于来这里陪这些老男人 我乐意 你管不着 我真的没想到 这场饭局的主位是他 听见别人议论他的名字 我还觉得好笑 这么奇怪的名字 也有人重名吗 直到看见他的脸 我和我忙碌的筷子 一起僵在那里 他汗手看向我这个方向 我心虚地低下头 继续摆弄盘子里的青菜 直到我听见鞋子踩在地毯上 和拉开椅子的声音 你好啊 周南锦 还没等我抬头 就猝不及防 被他拉进怀中 被紧紧扣住肩膀 细血又低沉的声音 在我耳边开口 这种场合 也是你能来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值不值 各位 我跟这位女士 有些私人问题要解决 今天的事 我们过后再谈 说完拉着我的胳膊 直接走了 我在后面小跑跟着 留下刚反应过来人的 窃窃私语 三十三楼到了 白夜紧紧攥着我的胳膊 一下子把我拉出电梯 他呼吸急促 庞佛还带着些愤怒 我不敢出声 从刚才那些导演的表情来看 他现在的地位不一般 现在的我 惹不起刚才饭局上的任何一个人 更别说他 在套房前 他突然转头看我 你很需要钱吗 对啊 不然满足不了 我只醉金迷的生活 我有 你求我呀 你至于来这里 陪这些老男人 我乐意 你管不着 他打开房门 拉我进去 用那双冷冷的毛子 阴沉地盯着我 半晌 突然靠近 牵住我的双手 抬起我的下巴 强制我指示他 白夜 你要做什么 怎么 怕了 这张我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梦过的男人 在套房里低头含住我的耳垂 梦一般难难道 得到我 不是你周南锦上学时候 就日思夜想的吗 甚至不惜用那些毁人清白的手段 他的语气夹杂着不懈和嘲笑 手却挑逗般地游走 陪我 我就给你钱 我压抑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 他突然停手 低头轻蔑地看着我 瞧瞧周大小姐 也不过是这样的货色 砰 说完摔门而去 声音震碎了这屋里暧昧的气氛 是啊 我现在也不过是这样的货色 不知道哪个自称是我同学的人 一直加我的微信 本来不想理会 结果他孜孜不倦 说有事找我 我不得不加了他 真的很烦 不会是谁要结婚了吧 回来办婚礼 我大学都没上完 时隔多年 你还想得到我的钱钱 做梦 我决定先下守围墙 好久不见那同学 我前几天做了 某某男士护肤的代理 手里还剩下几套现货 帮帮忙好不 只要499 我喜滋滋地以为成功了一半 没想到对方立刻回过来 不需要 最近过得好吗 周南姐 我靠 这是谁 这什么套路 我稳了稳阵脚 觉得我必须见走偏锋 才能克制这温情路线 隔了半个小时 我连续分享了三条购物信息 帮忙砍一刀老同学 在我分享到第五条时 他把我删了 我喜滋滋地看着感叹号 跟想抢我钱的人比不要脸 我永远没有下线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缺钱 因为我的前男友 里晨卷着我的所有钱 把我蹬了 南姐 我现在在整容医院 我的左右脸 不是不对称吗 我咨询过医生 需要做个面部正骨的手术 就能变更帅了 啊 这我还没做过医美 你就要给自己脸动刀了 你天生励志宝贝 我不是看脸吃饭的吗 我正在付钱还差二十万 你借给我一下 手术完我肯定能接到 更多的通告还你 宝贝 快快快 马上就到我付款了 我沉默了 我拿有二十万块 李晨一个十八线小艺人 每个月赚的钱 还不如我这个杂工的薪水 我越越还要贴补他 生活费我负责 制装费我负责 跑来跑去 试系的车马费我负责 他说他主要负责帅 我彻底无语 准备等一等再回他 他一个电话打过来 怎么回事难紧 就求你这点是这么难吗 我现在站在收费口 刚掏不出钱 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可是个艺人 你就让我这么难堪吗 可是我手里 也没有那么多钱呀 我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是有信用卡吗 还有花呗 白条 什么不能凑出二十万呢 他突然压低声音 求求你了 护士小姐就在我旁边看着呢 我妥协了 为了不让他难堪 心软果真是个病 我把钱凑出来都给了他 自己负债累累 欠给各个平台的钱 一一分期 他做完手术 果真变得更帅了 出院隔天就被拍到 和知名性感女星同上一车 我到现在都记得娱乐小报 第二天的醒目题目 酸梅奖提名女星 夜会年夏难 共回爱潮 我靠 我无意中撇到封面上 穿着我买的衣服的那个人 抬手就一个电话甩出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我拍了张杂志图片 发给了李晨 结果收到一个红色感叹号 你压的李晨 我在杂志亭前大吼 把我的钱还我再跑啊 我知道我跟李晨长不了 他就是个花瓶男 我也是看见他长得帅才 跟他在一起的 呜呜呜呜 我在出租屋里 抹着大鼻涕 跟闺蜜哭诉 他说他喜欢我的纯真风情 转身就找了个大兄女 我这些年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钱 都给别人做嫁衣了 你到底是在哭感情 还是哭钱 早知道你俩长不了 你无止尽地给他花钱 你以为你还是富婆呢 冤种 活该 李贝勒趴地挂了我的电话 是啊 我是严控 这辈子吃过的亏都是因为这些花瓶男 我爱花瓶男这是说起来要追溯到大学 当时被少女漫画图读中爱帅哥 学校高年部有个传说级的小花瓶 在校园里一走一过 都能引起一群狂风浪蝶的议论 据说他的午饭 饮料 夏天的冷饮都不用自己花钱 基本都有垂涎他美色的女人头味 我开始时对他嗤之以鼻 因为我只闻其名 未见其人 他前呼后拥 以为自己是什么贵族吗 再帅能有我漫画里的男神帅吗 直到高低部合并 我彻底被打脸 变成了狂风浪蝶里的一员 我仗着当时家里有矿 花钱打探他的喜好 甚至有一天 摆了一辆摩托车放在校园门口 只因为花钱买到的 他笔记本上加了一张摩托车的介绍页 当时正值下课期间 这种场面造成的轰动可见一般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 不保持完美碉堡形象的小花瓶 看见了他铁青的脸和抽动的嘴角 你是不是有病 拉起我的手就跑进远离学校的巷笼里 周南瑾 你压脑子没问题吧 他撇下气喘吁吁的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花瓶因为生气起伏的肩膀 都这么好看 你家有钱我知道 这就是你当着全校人面前 羞辱我的理由 你除了钱还有什么 我永远都不会看上 你这么肤浅又愚蠢的女人 你这样真的让人恶心 他连猪泡一样 说完一堆就走了 羞辱 我的小花瓶在说什么鬼话 我喜滋滋地上车回了家 小花瓶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看来我天生美貌 识难自弃 全校都知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白夜领走 风言风语传得非常快 当然流言飞语编的也都很离奇 其中传得最盛的就是 校园风云人物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俊俏优等生白夜 被低年级附加千金包养 凭借一辆机车 巧夺美男芳心 我当时心里爽得不得了 别人费尽心思地想和他靠近一点 我只需要花钱就做到了 可是当时太年轻了 我没想到人言可畏 我几乎成了全校女生的敌人 有些人有些东西你得不到 当然也不想别人能得到 课间我趴在大教室的最后一排睡着了 突然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在震惊之余环顾四周 看到了女生紧米于嘴的笑意 和男生不怀好意的眼神 但这只是个开始 白夜冷眼旁观着所有女生 对我的孤立 恶作剧 不知名地诋毁 她在旁默许这一切 甚至在戏谑地看这场戏 怎么不追了大小街 我蹲在地上 揉了揉被囚砸痛的头 抬头看见了白夜冰冷的眼神 一如往常那样像个碉堡 细碎的阳光打在她的身上 我眯起眼睛 逆光下 白夜整个人发着金光 仿佛阿波罗般灿烂耀眼 我看得吃了 顺着她的裤腿 站起来攀在她身上 就这 会打倒我 我搂着她的脖子 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你早晚是我的哦 我转头趴地亲了她一口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趁她推开我之前 赶紧闪身 远远地跟她白白手 抛了个媚眼 你 她抬手指说出一个字 只看得见她通红的耳朵 握紧的拳头 微微颤抖 白夜嘴唇动了动 好像又说了什么 这时候 我都跑远了 我管你说什么 我自己开心不就行了 谁让你放任别人欺负我 今天气死你个小花瓶 从天堂掉到地狱 不过一个晚上 我就从真公主 变成了可怜鬼 放假回到家的那天 看到别墅前站满了警察 别墅安保在警察旁边 对我指指点点 礼貌的小警察 充满同情地向我走过来 周南锦 请问 发生了什么事 你家发生了凶案 按照现场看起来 周胜强持刀杀害了持灵美 目前案件正在调查 如果需要您的配合 我没听完下半句 就整个人站不住倒了下去 我们家要是能一直像表面那样 和谐恩爱就好了 妈妈也从不避讳 她对爸爸的厌烦 这些年陆续在转移公司的财产 我爸也仅仅是觉得 他在小打小闹 直到近日 他将所有股权和私人财产转移完毕 联合我爸的合伙人 他年轻时候的初恋 暗中架空我爸 随即在董事会上 联合其他股东 罢免董事长 这结果导致 我爸二十几年 对于金钱爱情婚姻的信仰 分崩离析 并且在今天 我妈提出了离婚 这句话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爸崩溃了 拿刀捅死了我妈 这几刀也让我永远没了家 我去看我爸最后一眼的时候 他隔着监狱的玻璃 泪流满面 颤抖着说对不起我 他不求得到我的原谅 只希望我能继续好好活着 未来的路自己一个人好好走 如果这辈子幸运还能组建家庭 一定要找个爱我的人 不要去强求一个不属于我的人 走跟他一样的路 跟他走一样的路 二十几年了 我爸终于在最后承认了 他们不相爱 因为我妈的初恋在背后做了些手脚 我家的别墅没了 几天的时间内 我从零花钱多到花不完的白雪公主 变成了可怜兮兮的风中蒲柳 我收拾了所有的行李去了学校 我们表演专业学费还是很昂贵的 我卖了所有的包享去应付学费 和剩下的生活费 但是学校早已变了样 我家初始那天 全市的各大微信群里 就都传着我家的小道消息 绘声绘色地描绘整个案件的始末 最主要的是 编排我妈和别人的桃色新闻 我爸因为绿帽子戴久了 忍无可忍 是怎么动手杀气的 我回到学校的那天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因为之前的高调 几乎都知道我爸是谁 现在案件流传之广 没有人怜悯我 我看到的几乎都是面具下的幸灾乐祸 背后的纸质点点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一个白夜的粉丝头子终于按捺不住 哎呀 我说大小街 怎么也来我们平民的食堂吃饭啊 之前可从来看不到你啊 哦 也对 你妈出轨 你亲爸杀了你亲妈 你家没钱了吧 之前那么牛逼 现在还在这庄公主 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你妈跟别人生的野种呢 她咬了旁边免费汤筒一条汤 尝尝这免费的汤 以后省点钱 多吃点我们不要的 不然你可怎么活下去啊 杀人犯的女儿 她说完 抬手把一条热汤 浇到我的餐盘里 这汤带着滚烫的温度 绷在我的脸上和胳膊上 她看我没动 想继续张嘴来几句 我起身扯住她的头发 抓住她的头 就往汤筒里按 热气熏得她惊恐大叫 叫声引来了其他人的注意 几个人连拉带踹 把我俩分开 她起身捂着脸 用力踹了我肚子一脚 甩开其他人 给了我几个巴掌 你她的X跟你爸一样疯 你想让我毁容吗 说完又踹了我两脚 第二天 我被退学了 家长联合会举报我 说我是杀人犯的女儿 还常在校园里发疯 影响他们孩子的人身安全 哈哈哈哈 真可笑 本来我还想忍辱负重 把大学读完的 我留着泪撕掉了所有的书 收拾好 行李准备离开学校 李贝勒拉住了我 他抱了抱我 拍拍我的后背 他是我寝室里 唯一没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时至今日 我仍然十分感谢他 愿意在那个时候 顶着压力 成为我的朋友 离开校门的时候 我最后看了一眼 学校的大门 隐约看到了 白夜黑着脸站在门口 我哈哈大笑 果真他也来看我的笑话 你也是来看我怎么走的吗 你看到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放心吧 我转身摆了白手 再见了白夜 白夜走了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 想要离开 却怎么都打不开门 我在套房里找了前台电话 要求开门 却被告知白先生离开前 要求任何人 不可以打开他的房门 否则就要让他们承担后果 什么 我还在里面啊 我没有白夜的联系方式 在房间里来回转圈 不是吧 不是吧 白夜看起来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不会为了大学那点事 还想要报复我吧 还是因为我给他发购物链接 我真是欲哭无泪 一个大男人 不至于这么小心眼吧 我气得垂床 挥手就推倒了 他在床桌上的一瓶洋酒 好巧不巧 在我着急抬手 要接住的时候发现 酒 没盖 于是撒了我一身 我差点没气晕 为了得到个小角色 特意穿得超级贵的衣服 结果导演没找到 还搭一身衣服 里外里今天真是亏翻了 要不是最近催债催得紧 我才不会求人 帮我在剧组找个小角色 才不会来这老十字的饭局 都怪他 我郁闷地脱了连衣裙 穿着酒店的浴袍 去卫生间简单清理一下衣服 褐色的酒渍就像伤疤一样 刻在我的心上 越喜越伤心 越喜越郁闷 究竟我做错了什么 这么些年过着缩头乌龟般的日子 最落魄的时候碰到了 当年我如信仰般 喜欢的白夜 简直无比倒霉 我终究还是不想让他看见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宁可在他那我还是那个 无所顾忌趾高气昂 永远有后台打不倒的周南姐 眼泪悄然滚落 一颗一颗砸在装满水的洗手台里 这时门开了 白夜领着饭局上的张导走进来 我的脸上还挂着 刚才没缓过来的眼泪 错愕地抬头 白公子 这 这是你要介绍的女主角吗 张导上下打量我一下 挠挠头 我答应你就是 就不耽误你的好兴致了 明天我们再谈 张导转身离开 拍了拍白夜的肩膀 眼光还不错白公子 张导离开后 白夜狠狠盯着我 再次用力关上了门 前后不过十几秒时间 我甚至来不及反应 我怕白夜生气 赶紧擦干脸上的眼泪 挤出一个还算好看的笑脸 你在做什么 他迈开步子抓住我的手 还这么不择手段 一个小角色而已 你到底还想爬谁的床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 棱在当场 转头我就明白了 那句话的意义 我低头苦笑了一下 含着眼泪勾住他的脖子 假意吐出撩人的热气 在他耳边 我需要钱 你知道的 谁给我钱 谁就是我爸爸 我想要装得冷酷一点 装得满不在乎一点 好让他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无可救药 可是在年少时爱慕的人面前 我所有的委屈还是没绷住 我崩溃了 搂着白夜的脖子 嚎啕大哭 我欠了二十万 我马上需要钱 白夜没有动 只是听不出情绪的张口 在原来的你眼里 二十万算什么 你送我的那辆摩托 都不止二十万 我摇了摇头 没吭声 松开手 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只是一件浴袍 看看就落了地 白公子 刚才你们说的女主角 还作数吗 白夜后退一步 看了看我 眼里忽明忽灭 有看不清的情绪 我闭着眼睛 等待审判 等来的是浴袍 照在了我的头上 南锦 你不该这样 转身就开门走了 我抱着浴袍 慢慢蹲下 眼泪直接印在 那柔软的袍子里 屈辱和不堪 爬满全身的每一处 我蹲在这 偌大的套房中 瑟瑟发抖 爸爸 我再努力地活下去 可是我这样做对吗 白夜走的第二天 我接到了导演的 电话 不到两天 我直接空降进了组 谁能想到 这部剧的男主是李晨 看到他那天 我在他错愕的眼睛里 笑得直不起腰 张导也很诧异地 看着我问我们认识吗 哈哈哈哈张导 没想到男主角这么帅 这张脸 简直建模般完美 我悄悄地在李晨耳边 微笑着咬牙切齿道 所以那二十万 该连本带利 还回来了吧 复兴汉 不然我现在就曝光你 我冲他眨眨眼 把手伸出去 合作愉快呀 李晨老师 果真认识 白总介绍来的人 果真人脉广 那这样就好办了 你是白夜带来的 李晨防备地看着我 我不可知否地 冲他耸了耸肩膀 钱我马上打给你 别再提这件事 李晨用只能 我听见的声音 回应了我 南锦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白白手 跟着张导去听剧本 把他甩在后面 谁要听你那些老实子解释 我们进了所谓的 讲剧本的地方 我靠 好大一张床 这部戏改编自小说 小甜剧 我觉得汇报 就是亲热戏份很多 正好男女主今天都来了 试试亲热戏份 看看彼此何拍步 我撇了撇嘴 觉得有点恶心 心想前 也要回来了 不如商量商量 换个人吧 女主绝哀 应该不难找吧 没问题导演 相信我会和周小姐 配合得不错 李晨过来 拉住我的手 帮帮忙 这部戏对我很重要 求你了 说完顿了顿 咱俩又不是没亲过 我刚要预备抬手打他 就听见有人说 白总来了 白夜静静止走到我身边 在试戏 我看看 说完 长腿一脉 坐在摄像头旁边的沙发上 我立马低下头 毕竟是接来之时 没有他 也没有我这女主角 我推了一把李晨 去床上 张导重新讲了个开头 我也没听进去 我俩在床上翻滚几周后 在李晨的嘴马上贴近的时候 我恶狠狠地闭上了眼睛 停吧 白夜起身捋了捋衣服 亲热戏都删了吧 像上行一样 我们投这部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辣眼睛 我推开了身上的李晨 回想起白夜刚才的话 是不是我试图勾引他的时候 表情也如此不堪 这部短剧断断续续拍了一个多月 后期制作也很快 火速上线 甚至连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红了 但是黑红 我家的背景被扒出来了 五年前的一幕幕 又被撕开割裂 重新呈现在我面前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 我的身份样貌 过往都无处遁形 甚至连我父母的事 都因为这场八题 又一次血淋淋地上了网 比五年之前有过之无不及 白夜制片人的名字 也因为我的原因被连同上网声讨 质疑我妈出轨做三 是否作为女儿的我也是被白夜包养的金丝雀 才有资格以新人之姿挤掉别人当了女主角 说实在的 其他我不在乎 我都曾要做出现身获得角色的人 不在乎这些流言蜚语 可是我的父母 始终是我内心深处扎得最疼的一根刺 永远永远地拔不掉 站在爸爸的角度 我觉得不应该原谅妈妈 可是我又深知 强迫在一个不爱的人身边 是有多么痛苦 李晨委托经纪人找到我 约我在他家见面 他求我想办法解决一下当前的这些话题 毕竟是要报的一部剧 不想因为我的原因直接黑胡了 因为这是他得来不易的机会 我能怎么办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 你父母 你和白叶 我和白叶不是那种关系 但是别淡湿了 现在有一个方法需要你配合 继续假装当我女朋友 我们当从剧里走到现实的CP 这样焦点都在我俩身上 也不会再传什么别的 也不影响我们的剧继续火 我瞪大眼睛 惊讶地看着这么厚脸皮的男人 难尽你先别说话跟我走 他静止拉着我的手 去了地下室 开车到了市中心 本来一辆跑车就够显眼的了 他拉我下车 直接摘掉我的墨镜和口罩 吻了我的嘴 旁边还有几个相机 在咔嚓咔嚓咔嚓 不知道地以为哪个明星在拍吻戏 靠 我才知道我被算计了 我反手给了李晨一个大嘴巴 裹紧衣服愤愤离去 这剧情发展不对 这都什么事啊 白夜找人摆平了狗仔 让我自己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把最近在戏里学的演技 全都用上了 替四横流的表演 李晨如何如何强迫我 如何如何威胁我 然后又转而低头偷偷抹泪 假装我真的委屈 真的 可我看照片里的表情 你倒是很享受 白夜把狗仔拍到的照片 摔在我的脚下 我低头捡起来 确实 有两张甚至我还闭了眼睛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她是你前男友 真看不出来 这么多年了 依然魅力不减当年啊 她走上前抬起我的脸 用手指粗暴地弄花了我的口红 最后按在我的嘴唇上 你勾引男人的手段就一直是这样吗 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 挡开她的手臂 不知怎么 扑哧一下笑出来 我的笑声 在白夜偌大的房间里 甚至都听到了回音 我笑着笑着 突然咳嗽起来 眼泪顺着咳嗽 从脸上流下来 奇怪 为什么自从碰见白夜后 我总是在哭泣呢 我魅力那么大 当年不还是拿不下你 我抬头正正地望着她 白总 我当年不过是有些小女孩的心思 凭借着一腔热血 想征服你 我忍了忍内心 想要喷涌而出的情绪 如今我是卑微到泥里 但是您不必像对只小狗那样 居高临下地对待我 我是为了钱 可以付出一切 包括我的自尊 可是面对你 我实在做不到 我抚了抚胸口 深吸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感谢您施舍给我的角色 能让我把欠的钱还完 我想 我就不在这里爱您的眼了 我不知道 该怎么做离别的姿态 才更优雅 我抬眼最后深深地看了看她 精致地轮廓 一如往昔我爱的样子 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除了名字和样样貌 我浑身上下 一点也没有当年周南锦 一往无前的样子了 我也不想哭的 可我怎么总是在跟白夜告别 五年前是 现在也是 也许我本该自然一生 只是来人间体验一下 就该孤独地回去 我爸爸妈妈是这样 白夜也是这样 我为什么总是妄想 去得到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呢 我擦了擦眼泪 摇摇头 转身准备离开 白夜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强迫我转过身 五年前说走就走 现在也要这样吗 你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 还没还回来 她低头 吻上我的唇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白夜带着我开了新闻发布会 公开承认 我是她的未婚妻 发布会上 白夜作为白氏资本的发言人 首次承认 我与李晨的那部剧 是为了我量身定制的 并承诺 除非我自己选择不出演 否则以后 白氏资本投资的剧本 都由我周南锦出演女主角 我呆呆地看着白夜发布会上 冷峻淡定的脸 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 而我却内心翻涌 因为意外导致浑身激动地 说不出话来 南锦小姐 请问一下 在以新人的状态下 就公开非单身状态 是否会担心以后的人气 和发展道路 话筒都要对到我脸上了 我刚张了张嘴 由我们白氏保驾护航 相信南锦不会为这些事 感到为难 白夜握了握我的手 给了我个肯定的眼神 替我回怼了那些 不怀好意的记者 南锦小姐 可是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 我望着刺眼的闪光灯下 一个压低了帽颜 戴着口罩墨镜的男人 手里高高举起了 我和李晨在公共场合 接吻的那张照片 相信白氏资本也看到了吧 真以为互联网没记忆吗 居然决心捧一个如此水性洋花的女人 虽然当时白夜用了些手段 火速解决了这件事 但是这张照片出现在现场 无异于一个爆雷被点燃 场面一片哗然 所有的摄像记者 都对着照片咔嚓咔嚓地照起来 虽然她全副武装 可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李晨 她眼瞅着自己的戏壶了 又没有了翻身的机会 想要破罐子破摔 借机报复我 白夜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 嘴唇抿得很紧 攥紧了我的手 两久 她打开麦克 本次发布会 我关掉她的麦 打断了她的话 她转头错愕地看着我 我向她摇了摇头 施以我自己解决 我拍了拍自己面前的麦克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 照片里是我与演员李晨 拍照时间为三天前 我与李晨早些年 确实存在恋爱关系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早已分手多时 三天前李晨找到我 为了她的前途 想要我配合她演艺出戏 不明真相的 我在她右片下 被拍到了这张照片 空口无凭 周小姐怎么说怎么试了 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又不是傻子 李晨在台下继续煽动 其他人八卦的情绪 这照片可是实实在在地拍到了 你怎么解释都太苍白了 我相信白总也不是个冤大头吧 李晨这一招实在厉害 话里话外暗示我 吃里爬外 给白叶戴绿帽子 毕竟照片这个证据 还是很直白的 我眯着眼睛 看着李晨说话的方向 我把面前的麦克调到最大声 打开了手机里的录音 从李晨求我开始 到我骂了李晨 并且一个清脆的巴掌声结束 各位能听清吗 不然我再放一遍 现场的记者们又一片哗然 一个可爱的女记者 把话筒费力举到我面前 周小姐 你是说这是当天的录音 你真是被骗去的 我点头微笑 渣男 呸 她催了一嘴 我伸手指向人群 这位先生 能把你的帽子口罩摘下来吗 毕竟这么神秘的照片 除了当事人 也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拿出来的 我话有所指 李晨周围立刻围了一群人 有手快的人突然伸手摘掉了 她的帽子口罩和墨镜 为首的那个女记者惊呼 李晨先生 果真是你 李晨捂住脸 灰溜溜地逃离会场 这大概就是偷鸡 不成反十八米吧 相信我们以后都不会见到她了 我逃跑了 白夜突如其来的求婚 让我措手不及 甚至摸不到头脑 在解决了里晨之后 我收拾行囊 连夜跑路 白夜发现 给我打电话 我直直无无后 开着车截停了 我去机场的出租车 她连拉带拽 把我从车上弄下来 你还要跑吗 她抱着我 平时冷峻镇定的她 语气里竟还有一点颤抖 白时资本做实业发家 看不起娱乐产业 我苦苦维持这么多年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更一头雾水 我实在想不透 平时总是碉堡一样的她 今天在做什么 白夜 我实在不明白 白夜打断我 当年你一走了之 我想你应该不会离开 这个圈子吧 毕竟你当年那么喜欢表演 哪知道让我等了这么多年 我推开白夜的怀抱 你 等我 所以你以为我在发布会上说的 都是假的吗 我低头 咬紧嘴唇 我以为那都是 你为了保住 白是资本 名声的权宜之计 毕竟以你现在的身份 我 实在想都不敢想 白夜赋又用我入怀 你还记得那年夏天 你在篮球场 偷偷亲了我之后 我说了什么吗 我鼻子闷闷的 抽了抽鼻涕 无非就是一些骂我的话吗 那天你跑得快 我说的是 你要负责 白夜把头埋在我的脖梗 蹭了蹭 痒痒的 所以 南锦 不要再走了 我找你 好辛苦 我们俩良久没出声 静得只剩下两个 砰砰砰的心跳声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没想到学生时期的爱恋 竟然照尽现实 我的白夜 还是个念着初吻的 纯情男总裁 爸爸 放心吧 我找到那个人了 我 把脑子 做得了